哈囉大家好,我是Alif 我今天要來分享一下背包客 背包裡面到底裝了些什麼東西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背包客 而且我現在正在旅行當中 所以我的背包 應該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這是我的包 我忘記買多少錢了,但是 應該要四五千塊 差不多,有在貴的也有在便宜的 就是我算是比較中等價錢 然後這是我的牌子 我的包的話是60升到80升 60升到80升的意思就是呢 它本身是60升的包包 它這個包包是可以增大的 就是像是這樣子,這東西你看到 你可以再多塞 這個位置,所以就是另外一個20升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80升 但是基本上 60升其實就很夠了啦,對我來說 因為我已經知道什麼東西是我需要 什麼東西是我不需要的 首先呢,我就先把我全部的東西拿出來 給你看我到底有些是什麼 其實我東西算是還蠻少的 帽子 最上面,就是 一定要的 一袋衣物 跟一袋電器用品 跟一台電腦 沒了,真的就這樣 這最下面這一包 它其實是設計給你放睡袋的 但是我這趟旅行沒有需要那麼多睡袋 我以前裝的是睡袋 但我這次裝的是布鞋 對,涼鞋 然後我要很推薦的就是 一定要帶涼鞋 就是像這種有綁繩的涼鞋 就是不會讓你鬆脫的 因為我這是來這些東南亞比較熱一點的國家 布鞋真的比較沒這麼實用 除非你爬山,我來了兩個多月 我好像沒穿過布鞋 真的,因為你布鞋也很熱 而且有些地方淹水什麼的 然後容易弄濕弄臭 所以 涼鞋代替也是 很多背包客 我到目前為止,我看到背包客 不要說百分之百,九層 九層五,全部穿涼鞋 都長這樣子的涼鞋 如果你真的要穿布鞋的時候 你可以是綁在你的包包上面 超級無敵好用 所以涼鞋一定要一雙 背包客必備 所以我還有這兩包 電腦的話就不用多做介紹 因為我要剪片嘛 所以電腦是必須要帶的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剪片的話 其實你可以省掉蠻多空間 至少兩三公斤 這兩包 這一包是我全部的衣服 這一包是我全部的器材 跟一些支架件 藥膏之類的小東西 都在這包 我先介紹一下我衣服裡面到底裝了些什麼吧 因為我裡面放東西很簡單 裡面一條浴鏡 不要帶太大條浴鏡 就是你可以就是 當披風那一種 我第一次當背包客的時候 真的是帶那種浴鏡 哇那空間 佔真的是超大 而且很難乾 帶這種 小小條的這種就可以了 很方便很好用 因為我常走啦 所以我會帶護衣 但是其實不太需要啦 我在日本 冬天的時候才會帶 我現在帶這些 我家太熱了 我基本上真的是 沒有使用到 我帶了三條內褲 加上我身上穿的 四件短T 其實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帶兩件 後來這兩件都是 額外買的 一件無袖 基本上這件我是拿來當最一樣 就是太熱的時候 兩件褲襪 我基本上沒穿到 因為真的太熱了 但是有時候 飯店太冷還是會穿 一件長袖 這件也是 在飯店的時候很冷的時候會穿 平常出外是絕對穿不到 真的太熱了 一件長袖的褲子 我在泰國買了 其實穿不太到 一件風衣 有時候捷運啊 火車太冷 還是要穿一下 就是防風 兩件短褲 我在日本的時候其實只帶一件短褲而已 但是 一件短褲的缺點就是 你要洗這件褲子的時候沒得穿 所以兩件 至少還是要兩件啊 一件海灘褲 一件普通短褲 兩磚襪 然後跟刷牙洗臉 然後跟一個洗澡肥皂 我肥皂是洗臉洗澡通用 但是我也會一起洗頭 所以 超多髮子蠻差的 這麼多衣服 三件T恤 兩件內褲 一件短褲 兩件褲 一件長衣 一件長褲 一件褲子 一個封衣 我先來介紹一下怎麼整理到這個袋子裡 首先跟大家推薦一下這種收納袋 哇 真的是Faybroker必備啊 我原本 是不相信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 也沒什麼特別 然後塑膠袋我就得了 但是 這真的是好很多 有了這個之後 我真的覺得 太方便了 網路上大家會教說 衣服用捲 比較省空間 我以前聽說就覺得狗屁 拿捲拿會比較省空間 不是這樣 好好的折 這樣疊省更多空間 好啦 捲起來 感覺沒有到特別省空間 但是 超級不一方便 因為 如果你疊起來的話 你要找個內褲啊 什麼 你都要從下拿到上 你盆上面都全亂 而且 你要找 但是如果你捲起來 你就直接拿就好 示範給你看 首先呢 就是把你的衣服都捲起來 就是直接塞到 最邊邊 欸 這就是我全部的衣服 超棒的嘛 通常我還會多塞一點 其他東西在裡面 我就把我備用的隨身硬碟 跟一點錢 都藏在這裡面 再來就是我這袋 這袋的話呢 通常都是電器器材啊 比較 沒什麼好介紹 就是取決於 你有些什麼東西 這些什麼 防曬乳啊 隨身碟 記憶卡 充電線 然後 棉花棒 有的沒的 藥品啊 通常都在這一袋 因為我東西比較少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麼多東西 所以通常 就這兩袋 跟一台電腦 超少的吧 我現在就把我全部的東西都塞進包包裡面吧 一開始我先把鞋子塞進去裡面 通常我會準備一兩個塑膠袋 就是以備不時之需 就是有時候你會在某個地點或某個時候是會用到 就像是我們那時候在印度的時候 我們吃完午餐 但是他們沒有給我們垃圾桶 他叫我們直接丟到窗外 對我們來說是 沒辦法接透吃啊 因為太髒了嘛 但剛好我有帶塑膠袋 就把廚餘啊什麼都丟進去刷在裡面 對了忘了介紹 假設呢 我跟他在這個飯店住了三天 我不可能就是 背著這個包包去什麼外面吃個飯 不可能 但是你沒有小包包很麻煩 但是他的話呢 很屌是他有一個內建的包包 有看到 這個東西 就是包包 所以你就直接這樣子拿下來 就是一個包包了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把我東西都放在飯店 然後去帶這個包包出門 超級好用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的 那種登山 登山包都會有這個設計吧 我有點不太清楚 可以去查一下 就直接保定了 它這種登山包啊 都很多這種 哩哩哩哩哩的這種 鎖頭 所以都可以調整你的頸部 就是如果你東西太少的話 就直接這樣子拉緊一點 拉緊一點 其實 我不會把全部東西放在包包裡面 就像是比較常用的 什麼手機充電器啊 或是行動電源電池 我都會放在這一格裡面 就是隨手機充電器啊 就直接拿 不然每次要打開其實挺麻煩的 再來我要稍微介紹一下我的包包 我的包包 我覺得還蠻屌子 我自己用到很喜歡 那這包包就很多這種扣環嗎 希望你們就是可以自己帶一個鎖啊 就是如果你就是到外面的時候 會用到 再來的話 這個東西 SIM卡這個鑰匙 超好用 一定要帶 我這包包的話 其實算是蠻輕的 應該是10公斤不到吧 我強力推薦啊 你們要準備包包的話 最好不要超過15公斤 我第一次包包的時候 我帶了20公斤 哇我自己以為自己很勇 你知道 然後包包很大很帥 但是 真的背不久 真的背不久 大概背可能半小時 一個小時 然後累到不行 我出來的時候 我只準備7公斤 我就還有一點空間 可以讓我買 我真的需要的東西 像是衣服啊 什麼的 這個重量我覺得是最舒服 我現在10公斤 而且這個重量 你是可以帶上飛機 就是不會被罵 這個重量是我還蠻推薦的 就是10公斤到15公斤 你在登山包都會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 扣起來呢 其實 很有用啊 它是讓你就是 比較不會讓你的包包鬆脫 而且可以把你的重量集中在你的腰間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 你的重量不會全部都 套在這個位置 所以會比較舒服 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的手電筒啊 但是其實 用不太到 我覺得我在緬甸淹水的時候 有用過 所以 以備不時之需 然後網路上有些人說 什麼要準備 什麼頭燈啊 哇那太誇張了 真的不需要 除非你去什麼 超級無敵第三世界國家啦 不然 真的是不用到頭燈的程度 這邊也有一個這個 也是 跟 跟眼妖身是一樣的效果啦 但是 效果比較明顯強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口哨 所以 也是用不到 再來 如果不要下雨的話 我這包包 其實 是有個雨衣在下面的 有看到嗎 這邊 這邊 有個拉鍊 打開之後 這裡有個 包包的雨衣可以用 但我就不打開來看啦 有點蠻麻煩的 而且我腰間 這邊還有兩個 小包包 可以讓你放東西 但是就是取決 你自己要放什麼東西 所以 跟三包這東西 就是看你怎麼使用 都可以 蠻OK的 就是 配放的東西真的蠻多 但是你不能放到太多啦 後背包包 當背包客 必備之物 OK 這就是我的背包分享 如果你覺得 有什麼更好的打包方式 或者覺得有什麼東西 是一定需要帶 或者是 覺得沒什麼必要帶的東西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 分享影片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Alan 下次見 掰掰 我們可以玩一下 我有什麼多的 我可以玩一下 我可以玩一下 你要玩一下 好 你可以玩一下 自己玩一下 你會玩一下 怎麼會玩一下